菲律宾甘愿沦为美国英权 还想起诉中国 理由荒唐 中国这回可不会惯着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起诉中国的理由荒唐至极 中方赠与菲律宾同等挥击 这回不惯了 近日菲律宾又开始折腾 这一次非政府打算向国际法庭起诉中国 理由是中国破坏了南海地区的珊瑚礁 还真是没想到 在中美博弈的紧张环节 菲律宾还能关心属于中国的珊瑚礁生态 难能可贵 不过这份先心 中国可不需要 日本排放的核污水足以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 而国际社会公然站出来反对的国家只有中国 更何况 南海地区还是中国自家门口 有没有达到破坏的程度 中国想必比菲律宾清楚 实际上 菲律宾闹出一番动静 其原因不过在于两点 其一 美国大肆染指亚太地区给了菲律宾足够的底气 和前些年相比 近段时间的菲律宾确实蹦得欢 但是我们把视角放宽 这几年活跃度高的 又岂是一个菲律宾 中国周边的国家相继开始作妖 比如日本 韩国 印度 为什么一个个国家现在出来要武央威呢 美国引发俄乌冲突 欧洲自此一蹶不振 俄罗斯也被牵制其中 尽管俄罗斯没有进入美国这样的状态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计划确实做到了一时二秒 卓有成效的结果 让美国信心大增 华盛顿的计划就是故技重施 试图在亚太地区打造第二个俄乌冲突 在美国的计划里 中国就是第二块肥肉 所以近段时间 美国在不断地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 军援台湾地区强化关岛军备和日韩非举行联合军演 美国大秀肌肉 是震慑 也是拉拢盟友 美国态度说白了 就是纵容小国家 膨胀野心 正是因为这一点 菲律宾尽管和中国实力宣殊 但也怀有和中国争夺领土的信心 其二 美国决心遏制中国 对于菲律宾来说 机会难得 美国在走向衰弱 这是国际上心照不宣的事实 不然也不会想到群起 公一国 由第一岛链又建立第二岛链 反过来 中国在崛起 准确来说还在崛起的路上 美国趁霸权在手之际 号召了最忠诚的英权 也就是日 韩 澳等国 换句话说 中国现在是孤立乌原的状态 菲律宾如果不抓紧这次欺负中国的机会 下一次那就只能在梦里看到了 在我看来 菲律宾各段时间就做出讨伐中国的举动 其实就是一种信号 回应美国 一起抗衡中国的决心 由此看来 菲律宾在美国的怂恿下 与中国针锋相距的局面已经不远了 可以预见 这种对抗规模只会越来越大 不过 菲律宾显然不太了解自己的邻居大国 中国不会像美国一样用强权欺压小国 但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菲律宾用如此荒唐至极的理由就想起诉中国 中国外交部这次赠予了一个同等级的回击 大致意思是说 菲律宾座谈军舰上的秀迹 正在对海洋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今日之中国 不会惯着任何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 菲律宾甘愿沦为美国的英权 中国管不到 但是 以此为靠山 敢激化矛盾 就是给中国送一个翻脸的机会 这一次 中国以牙还牙就是一个明确的警告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